What's up everybody 欢迎回到新的一期的野哥时间 那么今天呢 我们跟大家呢 一起来聊一聊 Vashon Constant 啊 僵尸单顿这个品牌 那说到这个品牌呢 可能在我们车上的小朋友啊 都比较知道这个我呢 这一两年比较 中意这个品牌的一些 万表的一些设计 啊 买了不少这个品牌的款式 那但是呢 我们还是以一个不吹 不黑啊 不神话啊 这个万表的这样的一个精神 去跟大家聊一聊 那这个前两期 也跟大家说了 说牢说王啊 PP啊什么的都比较难 因为粉丝脑残粉众多 因为毕竟在这个市场上 看了这么多年的这个万表 然后呢 看好多朋友买啊 收藏啊 甚至这个 玩财富和奢侈 那我觉得 可能十个表友里面 七八个呢 都是七个吧 都是玩财富玩奢侈 有人问我什么叫财富和奢侈 财富就是买了这个表 能升值能保值 有的时候呢 甚至能存一些钱 就是因为有的 有的这个朋友可能 并不说 必须拿这个表去升值 什么保值啊 这些东西 可能并不在意这些 但是呢 这个表能存住一些钱 还能带着爽 这个是很多朋友 在这上面 愿意去追求财富和奢侈 因为 因为有的时候 这个表可能 这个朋友可能 在这些金融市场上投一些钱啊 那在表社里放一些钱 把这些钱放进表里呢 让这些表 存住一些钱 哪怕它有一定的贬值 像 比如说我之前也跟大家说 大多数表王 在中低端系列上面 是没有太多升值潜力的 保值都难说 因为根据这个时间的这个发展 这个推移 然后 你现在花的这个钱 放在十年以后 可能你的这个购买力 是下降的 但是毕竟 它是能存住一些钱的 不像我们今天说 这僵尸单顿 可能出门 就要贬值很多 甚至可能来到五折三折 那这个玩财富和奢侈的 然后追求这个存一些钱的 这些朋友们 什么叫奢侈啊 这很多朋友问我 什么叫奢侈 奢侈就是这牌子 YYDS 我不管你买的是什么 只要是这牌子就YYDS 只要是外面有人追捧的 就是YYDS 我之前跟大家说 现在很多人追这个鹦鹉螺啊 什么的 这些流行产品 甚至手雷 那这些东西呢 看似是流行产品 但是你现在去买到它 不管是配货也好 还是加价也好 这个价格是非常高的 你在这个上面花费的钱 如果你是一个表迷 买表本身的话 你可能能买到很多这个表 非常好的产品 那可能是老款的款式 但是 我想你是一个万表的爱好者的话 可能也是可以接受那些万表的 但是如果你接受不了 只能买新表 我之前也跟大家说 像表王啊 什么 老啊 还是有很多款式能够 如果买新表 还是有一些可以选择的 尽量去选择一些 稍微复杂一点 甚至两个复杂功能叠加在一起的 啊 比如什么Trival Time加计时码表啊 或者什么年龄加计时码表啊 或者你直接选计时码表 手动的这种计时码表 也都不错 啊 相对来说在表王这块 然后选一个这种Color Trava 入门的Color Trava来讲 现在如果你是想买更多表的话 可能会更好一点 那么买财富买奢侈啊 这些东西买 甚至买存一些钱 那七八个都是这样 嗯 盯着二手市场 那就是二手市场有升有降 这个只要升上去的 就是YYDS的表 能保住值的就是可以 啊 这品牌就是可以值得购买 如果保不住值 就不值得购买 基本十个七个是这样 八个呢 是什么呢 就是有品牌神话的这种可能啊 就是已经到了这种 粉丝甚至脑产品 是什么都好 什么都好 就比如说像这个 劳卫士的OP 今年换了几个泡泡 可能就有不少人吹上天了啊 但是呢 呃好多人我们之后会有一期跟大家说 最后的这个有关于这个 WATCHER WANDERS的这个影片 会跟大家说 比如说像 有人吐槽这个IWC换壳马克啊 这个现在用的是这个工程师这个系列 换壳马克用的马克基辛 换壳要卖两倍 甚至更多的价格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OP换一个盘面 就已经让很多人试的不行了 呃 二手市场的价格可能会新高啊 所以说人家还换个壳 像牢这个 现在就换个盘 而且这个盘面 这种泡泡 这种感觉也不是劳力士的原创设计 很多之前就有很多万表啊 或者是什么其他的这种奢侈品 都有这种新的 这些像这种泡泡式的这种 这种这种各种五彩色的这种 这种设计了 所以说根本就不花一点点的精力 去设计出来的一些一些流行产品 可以让人失到不行 但是嗯 但是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就是脑已经到了脑残粉 就很多人连这种万表都会吹捧的时候 呃 我觉得就是就是品牌神话 就是八个品牌神话 品牌神话出什么都都好 呃 我觉得作为一个万表的表迷来说 你应该去学会这个去欣赏表的呃这个好与坏啊 这就是我说的 还有我刚才说八个八七个是什么 七个是这个玩财富奢侈 八个呢 有品牌神话这种现象啊 什么都是YYDS 九个是什么呀 九个就是不能说买了什么之后 都是自己跟自己孩子似的 这东西不能说啊 别人不能不能说他不好 其实我觉得你作为一个表迷来讲 你应该接受这个表的好与坏 接受这个品牌的好与坏 知道这个品牌什么东西是哥 什么东西不哥 什么东西你不能说不哥 什么东西少哥啊 怎么样才能用更好的方式 花最好的钱去买到最多的产品 这才是表迷应该有 有的时候有得有失 有进有出 这都很正常 所以说你如果要是让我说 你是不是一个表迷 你如果能接受不了这些的话 我想你你可能是个财迷 或者是你可能是一个啊 这个炫富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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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啊 因为是这样因为我们购买的这些万表啊 都属于这个奢侈品的这个界限了 因为一个万表超过几百块钱就已经到了这种奢侈品的这种这种范畴了 那你花几万甚至更多的朋友们去这个钱的朋友们去买表 那有的时候你要是实在是全都把你的精力放在奢侈属性上 就是财富和奢侈 这种东西上真的从外界看就很客观的讲 基本就是什么呀 智商税啊 智商税怎么样少交智商税 这才是一个表有应该有的态度 少交这个智商税 买买表花最好的钱买到最多的产品 可以接受这表的好与坏啊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表迷就应该有一个比较客观的态度 不要吹不要黑啊 即便你再喜欢 就是说我们今天说这个外商抗产的 即便你再喜欢 我们跟大家说 首先这个表 我觉得是这样 我之前也有一期跟大家说 如果接受不了二手贬值 不要轻易动这个表的新表 不要轻易进来买 因为我之前说 比如说牢啊 PP啊 可能即便你是玩财富奢侈 或者是有品牌这种神话的这种可能的话 你买来最起码不会太贬值 甚至有可能会随着这个通货朋友往上涨一涨 那么虽然说我刚才跟大家说 这个长期来讲 可能百拉肥的一些入门产品 都是不能够保住值的 或者中期产品都是不能够保住值的 你把时间拉长 别看这一年两年刚出来的东西 就是时间拉长之后 都会保不太住值 但是呢 毕竟呢 贬不了太多了 所以说还是能存进一些钱 但是你到僵尸单顿上面 基本上呢 就很难有这种存住钱 很多的表 就是贬着五折 甚至三折 跟保机差不多 可能比保机好一点 但是呢 很多表都是贬的很多 有很多朋友管它叫江山输尽了 就是输尽了 这个二手市场输尽了 所以说如果要是接受不了二手贬值的朋友们 一定少碰这个品牌 而且呢 我觉得 比如说有朋友说买鹦鹉罗 配很多的表 买一个鹦鹉罗 或者配什么很多的表 其他品牌 买这个牢 最起码 你这个表呢 买到牢 或者买到百拉肥利呢 不会太贬值 但是如果比如说现在 僵尸单段比较流行产品 就是这个Overseas 这个纵横四海 你要是说 为这个宗城四海 这个甚至什么蓝面的 什么最抹 现在叫最美一抹蓝 如果为这个而花好多钱去拼 去配的话 我想你会 可能会输得很惨 因为僵尸单段其他的表款 基本全都是照着对折扁 然后 即便是Overseas 即便是蓝面的 都已经像坐这个云霄飞车 过山车一样 现在已经快基本回到工价了 如果不是蓝面的 都已经现在在工价上了 如果是蓝面的 可能会高一点点 但是就是 但是你为他在这个补剃的 或者是在AD去拼的话 那就显得不太值了 所以说 玩财富和奢侈的朋友们 可能会离这个牌子很远一点 你就已经是离得很远了 所以说 如果你要是自己 是玩财富和奢侈的 玩这种 不能说品牌神话 就是你玩财富和奢侈的 存一些钱 在选择僵尸单顿上 一定要小心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 这是第一个 我觉得要注意的 第二个就是品牌神话 我觉得是这样 僵尸单顿 虽然说也是三驾马车 Holy Trinity其中之一 但是它的品牌价值 在二手市场上的表现 确实比不过PP 而且差的越来越远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 如果因为是这样 百搭斐力 我之前跟说百搭斐力 发生的艺术品的这种展现 但是这些东西呢 才是他们真正的 就这么说吧 格鲁工匠的 僵尸单顿和大复杂的 百搭斐力 才是百搭斐力成为王 僵尸单顿成为Holy Trinity的 东西 他们最重要的能能让他们有这个地位的东西 但是他们真正能卖出去的东西 卖给大众的东西是他的初级和中级的产品 因为这些东西才是他赚钱 赚钱的工具 不管是养这些艺术家 还是养这些创造更多的艺术品 那么底下的东西是 帮他去这个 让他有这个地位的东西 那这个初级和中级入门的产品 大部分都是比较割韭菜的 如果我们朋友认识不到这个 就尤其是买PP和买僵尸单顿 这种级别的外表 你如果不知道买这种初级入门和中级入门的产品 很割韭菜 基本上就是你没有买到他的精髓 但是如果你买这些表 还天天表王 或者是天天僵尸单顿 也是Holy Trinity 我觉得你就品牌神话 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没什么意思了 因为我觉得做这两个品牌的表友 我只是拿这两个品牌举个例子 就是只能买到初级和中级产品的朋友 天天把这个什么王啊 什么挂在嘴边上 买什么就是YYDS的话 我觉得就有一点没什么意思 因为这个产品好不好确实不错 好不好看也不错 有没有特点也还可以 但是它并不是精髓产品 而且呢 基本上是用来赚钱的产品 走量的 很多都是走量 虽然说这两个品牌都不大量 僵尸单顿的量 甚至比百搭配力还要少一半 但是这两个 但是他们的中低端产品 确实不是他们真正成为他们自己王 或者是进入holy trinity的这种地位的东西 他们真正你能够买到的初级入门和中级产品是比较割旧菜的 到现在我们也看这个套娃产品 基本上是赚钱工具 如果只能买到这样的东西的朋友们还要这个 去吹嘘这两个品牌 或者是某个品牌 我觉得就有点没意思了 所以我觉得买这个僵尸单顿呢 一定要小心这二手市场 第二呢 我觉得这个品牌很不客气的讲 在很多的牢表上面 确实有很多的东西可以购买 不管是设计语言还是机型 你如果在意这些的话 我觉得很多new vintage这个系列确实是不错 因为僵尸单顿最有名的一个系列 就是historic 就是在不停的复刻它之前的款式 我今天跟大家简单的举一个例子 简单的举个例子 就比如说我手上的这个chicolatoni 就是这个意大利语 然后呢是这个翻译过来是这个chocolate 这个款式 僵尸单顿在这个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个复刻 47300 那么它是这个chocolate的这个设计 整个的这个弧线的这个设计 从它的这个镜面到它的表刻 这种非常漂亮的这个弧线设计 手工的工艺 然后白进的这种这种款式 有复杂功能权力加乐像 那么这个表款呢 相对应的现在的现代款式呢 就是它的这个 有一个牛角像牛角设计 或者是这种螃蟹腿设计的这个权力的 这种这种这种钢表 在这个也使用4400的这个机型的这个钢表 在这个historic现在系列底下 那么它这个红面呢也已经停产了去年 那么现在还有一个蓝面 但是这个表呢 我跟大家说几个问题啊 首先第一 保值肯定是不可能 如果买财富设置的朋友应该不会喜欢 但是这个表有很多的特色 就是僵尸单顿我比较喜欢的地方 就是它的表 第一 你有日内娃的这个打磨的这个工艺 因为它毕竟有日内娃的这个表 因为我们就说现在现款的这个historic 下面的这个权力的这个款式 第二呢 它有僵尸单顿很有特色的表尔设计 我觉得如果买表的话 我觉得对于我一个表友来讲 表迷来讲 我觉得更多的 我看的不是品牌啊 什么这些什么生殖保值 我看的更多是这个表的个性 僵尸单顿的表 在它的这个个性上面 我觉得是非常突出的 比如说像这个表 还有什么牛角的这个基石码表 非常的有个性 在这个品牌 在这个表款 拿出这个表款来讲 一看就是僵尸单顿 非常有代表性 然后呢 非常有个性 这种个性在我看来是很重要的 相对要来说 买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基金来讲 我觉得我更喜欢我的表有一些个性 一些这方面的特色 那么这个表呢 确实有这种特色 这就是我 为什么比较喜欢僵尸单顿的这个原因 但是这个表呢 有几个 但是你看我手里这个Chicola Tony 其实买下来的价格 和现在的现款 是差不多价格的 但是为什么我更偏向于 这只稍微来说 比较老款一点的表呢 第一它是白金的 第二它的壳型 更加的复杂 第三呢 它这个基金呢 是姐姐的基金 什么呀 这就是了扣 就是这个基家的这个基金 那么这个基金也是权利的 基家很有名的 也是在这个权利上面 给僵尸单顿之前提供了很多基金 但是这个基金呢 有月项 可以停秒 对吧 可以快调日历 可以停秒 僵尸单顿现在的 这个现在 目前的这个新款的万表 代售的万表 都不能停秒 所以说 复杂功能比这个也少 然后还不能停秒 所以说你说 现在的僵尸单顿 和以前的这种僵尸单顿 比的话 好熟患 我觉得就 还是有的一说 但是毕竟那一只万表 是可以透背的 那这只万表是实底的 但是它的这个 Toledo上面的这个款式呢 这个字样呢 都是手写上去的 这个手工的这个工艺 所以我就拿这个表呢 跟大家简单的 举一个例子 以后跟大家 这个详细的介绍一下 就是简单举一个例子 你玩僵尸单顿 很多的老表 上面会有更多的内容 你能够找的话 会有更多的产品 能够找到 能够作为一个表 表迷来说 你追求的东西是什么 如果追求买表的 本身substance 这买表 我就要买到更多的产品 我想僵尸单顿 尤其玩老表这边 还是有很多东西 是你能够得到的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比较喜欢 僵尸单顿的一个 一些原因吧 但是看我们现在的这个 但最后说两句 这个新款的话 新款的这个万表 那么 这样一下 今年呢 确实没有什么 特别多的新款 我之前跟大家说 什么百战匪力那边 有一点这种 潮笼发案 或者是这个套拔现象 其实中低端的 这个僵尸单顿 我作为一个 我可以很客观的说 更搁 更逃娃 因为 或者是更没什么 复杂功能的 更多的展现 因为 你看今年初的这个 Petrimony的这个 双逆跳 其实之前就有这样的款式 42毫米的 看似有点大 但是双逆跳 现在今年是三文鱼系列 这种三门 但是之前就有 其他的面板的设计 那么 Overseas这个 纵横四海 今年出来了 小一点的size 我觉得 僵尸单顿的是这样 他可能真的不太在乎 这个二手市场 这就是我为什么说的 百大法力出一些万表 尤其在一些财富产品上 流行产品上 他会看着 二手市场喜欢什么 不能让这个二手家 掉下来的这种 朝着这种方向去出表 就尤其是这种 这种流行产品 但是像 僵尸单顿 现在最好的流行产品 你可以卖出去的 就是这个Overseas 他不给你出绿面的 现在都别说百大费力 连Jeroy Perigo GP 都有绿面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 僵尸单顿 如果比如说像 Overseas出个绿面 或者是 比如说在这个 Historic上面 这个1921 可以说现在 僵尸单顿在中低端产品上面 最有代表性的 出一个钢表 甚至不同的颜色的表面 我想这个东西 可能连我们都能想出来 你说僵尸单顿 你们想不出来吗 他不做这些的话 二手市场很难去保住 因为这些流行产品 就需要靠噱头 去保住这种 二手的价值的 他如果没有这些噱头 今天给你出一个小一点 34.5的一个小版 这种 纵横四海的 这个4500V 这个款式 没有什么新鲜感 没有什么噱头感 而且呢 出了一个 Overseas的一个单逆挑版 这个复杂功能呢 也算是套娃系列 因为之前的这种 这种复杂功能 在僵尸单顿里面 算是很常见的 那么陀飞轮出了两个 我觉得今年绿面的 这个陀飞轮 确实还是 还是不错 算是搭上了 一个流行款的颜色 那我觉得陀飞轮 如果你想买的话 我觉得买 僵尸单顿确实不错 他的那个 马尔他的这个设计 确实在这个陀飞轮上 还让这个表 非常的有特色 非常的好看 我觉得这个 目前这个市场 可能宝鸡是 陀飞轮的鼻祖 但是这种陀飞轮 如果你选择 僵尸单顿 我觉得你可能 是选择艺术 因为确实是 非常非常的美 这些新款的外面 我觉得没有什么 真的是不能让 僵尸单顿 吸引到很足的眼球 就我们单看 今年的这些新表的话 还不如表亡呢 所以说 我觉得这个 僵尸单顿呢 可能更多的是 买些楼表会更好一点 那这是我对 僵尸单顿这个品牌了 如果今年让我 选一个的话呢 我可能实在是 没什么可 僵尸单顿的新款 实在是没什么 让我特别喜欢的 我觉得僵尸单顿呢 如果你真的 喜欢这个品牌 或者是你想考虑 这个品牌 买表 买更多的历史情怀 甚至买一些机型 然后呢 买这个 买这个 这个表的设计敏感 买个性 买日内瓦 或者是 瑞士三驾马车的这种工艺 手工的这种工艺 你只能接受中低端产品的话 买不到隔路工匠 你只能接受中低端产品的话 尽量去考虑考虑这个古董的 或者是 New Vintage 就是90年代到2000年初的 这些万表 僵尸单顿上有特别特别多的 好款式值得选择 甚至再老一点80年代50年代30年代20年代都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设计的一个新的灵感出来 我觉得僵尸单顿这边呢 确实尤其是买新表一定一定要注意 这个朋友们 那今年呢 如果非让我挑一个的话 我觉得这个托兹伦的绿面是很漂亮的 其他的Overseas 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这种新鲜感 其实买僵尸单顿如果是买新表的话 我觉得更多的我愿意去看一看他的Historic那个系列 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复刻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 僵尸单的这个品牌价值确实 我想可能会越来越差 但是如果买表买本身的话 我想毕竟他的万表还相对来说算有那么一点点的良心 就是不炒 这种这种市场做不好 他就没什么炒作 没什么炒作这个市场有可能会贬值 所以说也没那么火热 所以大家买表的时候也不用去配很多东西 所以就看你喜欢什么了 玩财富和奢侈的肯定会离这个品牌比较远一点 因为这个品牌的这个贬值实在是有点恐怖 可能有好多朋友五六万买的表 可能过一两个月就贬了好几万 所以我觉得大家买这个僵尸单顿 尤其新表一定要小心 那最后呢 我们在下一期会跟大家介绍一些 这个watchwonder是最后一期了 跟大家说的是watchwonder上的新的产品的推出 一些包括这个IWC啊 卡尔地亚啊 像肖邦啊 这些这些品牌的一些新表 我自己比较喜欢的 那好了 那我们这一期呢 基本的就是这样 僵尸单顿不吹不黑 作为一个表明 真的是要有这种辩证的态度 不要把这个 这种脑残的这种态度 还有这个智商税的这种东西 教太多 我觉得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这个品牌神话 品牌故人重要 但是神话 我觉得造神 不是一个真正表应该有的态度 那好了 我们下一期再见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